雪铁龙308SW 这是一个低配版的 远处一个高配版的 顶配版的 带旅行价 那个颜色比较好看 官方主打色 然后在大C字比加索 旁边 最经典的那款 雪铁龙C4 就当年引入国内的4家 那个时代的版本 旁边就是CVI Cross 中期改款后的新款 走了没几步 全新的408 国内的408X 旁边是那个3008 再又是一辆408 这居然脸亮 现在可是暑期啊 来上班的人是急早住 停车位基本上都是空荡荡的 要正常的时候 在停车位基本上是满的 居然这么少的车 能同时看到脸亮408 太不容易了 丰田在欧洲最畅销的两款神车 卡罗拉 搞错了 卡罗拉在这 然后那是亚瑞斯 亚瑞斯曾经是一度的欧洲年度车型啊 当年刚上市 然后这个屁股上面写的GR 这肯定不是GR 这是那个GR line 然后EHAV 分钱自家的那个混动系统 这是我们公司的Silver Cross 又是个低配版本的 连个旅行家都没有 感觉好丑啊 旁边是明觉 明觉5 在欧洲存在感最强的中国品牌 混动和那个纯电 纯电的就是MG4 现在好像欧洲还上了MG3 更小一号 欧洲人需要的是小车不是大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